大家我是文哥 现在到了这个春天是分风的季节 这个时候挖蜜蜂的话是90% 它会来的 今天我也挖了十几窝了 我前几天到看十天前挖的 现在已经蜜蜂已经来了 侦查蜂这个时候是出动的最凶猛 这个时候去挖蜂的话 命中率是最高的 今天我们这里找了一棵这么大的 这种是苦株树 这种树的话一年到头都是有叶子的 在这种下面挖的话是最理想的 这个泥巴很难挖 这种土质啊 蜜蜂特别的喜欢 因为防水特别的好 就是难挖一点 这种肌肉特别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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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一样 这种肌肉特别的好 那么一样 就在这种肌肉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这里找了一棵一个 最高的肌肉特别的好 就是 虾肉特别的好 这种肌肉特别的好 就是 这么个肌肉特别的好 你来讲 您都会是最高的 前面。 划的差不多了 这个深差不多也有 应该60公分 宽的差不多也有40-50公分 有这么深也差不多了 把这泥巴去一下 马上可以封冻了 去搬一下石头来 这么多石头差不多够了 pour在一起 封冻 切掉 刀叶 切掉 材料 切掉 切 切 切 如果聚集成编程,请教授 把草丁净 加入辣椒 把草丁净 合同时,放入封面 放入一碗 要挡住 放入半个小时 放入半个小时 盐 放入半个小时 放入半个小时 倒入半个小时 放入半个小时 基本上差不多了 只要不漏水进来就可以了 等下再用这个泥巴 上面护一下 这个防水一定要做好 这个要是会漏水的话 密封它就不进来了 这里给它留一个洞 因为这个水往这里下来 这个洞是怎么都不会进水的 这个洞也不然留得太大 太大了得怕蛇 爬进去 这个就可以了 其他的全部给它封起来 一个天然的风洞就这样完成了 你们有条件的朋友 也可以试着做几个 我做的话 最少有90%以上 风会进来 因为我们这样的也不用风了 什么都不用放 侦查风自然费 侦查的打他会进来做我的 你们做几个的话 每年自己的蜂蜜足够吃 也不用去像别人那里买 这个防泥巴也是挺关键的 你要是这个黄水没做好 会漏水的话 密封它也不会进来 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好 大家好 我是邓哥 今天跟梁哥来炸黄葱 今天晚上 我炸水 嗯 好 今天晚上的第一条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腐皮蛙 国家一家是二级保护中物 我们看到这个 一定不能伤害它 这两个差不多有一斤了 因为现在这种东西很少了 让它繁殖了 最近要找着 咱们 你来看 我把鲜叶 都按ere 你再把它点 也可以 我把鲜叶 我把鲜叶 慢慢地 好 哦 小 哎 文 安 。 项 你 还是 这一条好大 大 大 这不大 这条应该有三两 最少 加点 加好 这个都能转成你的 脑子转成你的 夹子给我 老远就发现一条了 你在那里等 你那个鞋子会撕掉 这条黄山应该有一两多 上货 这么大 这条好大 很假话的听到水声就想走 这条大货 加的硬朴 啊 这条黑羽 这条黑羽 过来坐的又没用 这条黑羽 嗯 走的 这条黑羽 嗯 还是闻着眼睛里 我一点点的对它看到 这么大黄色 哇,好多石斑鱼在这里 它有没有大鲤鱼在这里 这条石斑鱼这么大 看能不能夹得到它 今天硬质正好 在三个河场里面扎了这么多黄色 有15斤了 哇,今天的都是量货 这么大 都是大个的 你看这个最大 还有这个最大 那个老河场十多年没有干过水了 这个很大一个 应该有四五斤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